原来不是,那个女孩就是拿一些有铁线的BRABRA 铁线的BRABRA,所以被金属召了出来 娱乐半世纪,经典又贴地 原来我要换,其实我有几张照片 对了,对了,她是两夫妻 OK,先换个第二个 第二个,因为这个,因为胡幸宜的新闻 可能是半个小时出来的 所以,半个小时找到刚才的材料跟你说 很急,所以我迟了 Anyway,我继续说一下这一单 这个很重要,大哥 她说隔空的铁线 隔空为黑锦兴生 今天谭泳伦就改着皮鞋 气穿这个K字品牌 不要介意,我再重复说之前发生什么事 接着我就会跟你说 我又靠我的imagination和creativity 就说日后下来她怎么过活 鞋那些你可以改的,习惯是否改得到 大家慢慢听一下 早前捲入涂饰风波事件 她说乐坛校长,我说乐坛灯神的 谭永伦 明显未受到事件的影响 公召开,波召蛇 波召渣,波召蛇 日前心情大好,就下场踢球 然后你看到她刚才有一张照片 在一片草地上 但是穿着皮鞋 有点搞笑 会不会是穿皮鞋来踢球 鱼八 你会不会有些浮夸 有些浮夸 OK 穿皮鞋来踢球 是否一个香港娱乐圈的创举 哈哈哈哈 这个是草地 你不要告诉我这个是哥尔夫球场 后面那些是平地 应该是 喂,你看看 哇,oh my god 哈哈哈 穿皮鞋 哈哈哈 穿皮鞋来打这个足球 任笑鬼都瘋了 对了 你看是不是 接着好了 她下场踢球 除了发挥她强劲的射术之外 我知道,你射术很厉害 骑着马,骑着马,射向他,射向他 望着伯之箭 哈哈哈 是的 她射,喂,她射勁一定是强 对吧 可能小便 你要走过旁边 免得射到你整个脚都是 在牆上彈回 去你的腹脚那里 哈哈哈 在腹管那里 喂,鱼八 你很热气 喝多点水 尿黄的 哈哈哈 生瘦 然后说 在网上合照 隔空 祝福54岁生日的李克勤 被发现她是改着了这个皮鞋 然后更加放弃了 昔日脱心爱的K字波鞋 上月底 这个悲伤牛肉面 发文自称戴了绿帽 Green Hat 女友跟已婚的男歌手 有非一般的关系 并且上载了黑色衣服的男人穿着K字波鞋 在酒店房间的照片 立即成为全城热话 我告诉你 酒店房 看照片很细心 好像我那天喝茶 然后我在网上 然后我在网上 就传一张照片给他们社群 然后阿B又很好眼 他说 那个伙计要换点 然后 他们可能有些人看不到 然后他就找个圈 圈着我 传给他们一张照片 因为我跟我妈喝茶 我传了一张照片 我会喝茶 然后他又再圈着一坨的牛柏叶 可怜的牛柏叶 他说 你知不知道那是工人姐姐坐的位置 坐在我妈旁边 然后他可能不知道怎么夹的时候 跌了 因为他是印尼工人 他不能吃猪肉 所以就给牛柏叶去吃 我都没有留意到 他那个可怜牛柏叶 是阿B的形容词 跌了下去 刚好 他就告诉我 早两天 自己和家人 想吃牛柏叶 所以他更加见到 他觉得心痛 你不吃给我 对吧 然后 我立刻叫高人姐姐 你拿回去 收回去 他很好 他很照顾我妈 我也很开心 也要多谢Lila姐 Lila Choi送了一把梳 给每一个的贴粉和我 上次11万订阅 然后我马上把那把梳 送了给我妈 吩咐高人姐姐 你跟我每天 一天三次 跟她梳头 让她可以好睡 然后我带了一些提示 然后我再见到他们 就说 你最近好没有睡 他就说 妈妈很舒服 他就说 妈妈很舒服 所以就多谢Lila Choi姐姐 然后我继续说 他说 捲入了涂色风波的鸾巴 立刻发声明 否认了碎粉事件 揚言不排除素朱法律 日前伤心牛肉面 被发现已经清空户口 对吧 我也说 现在正在吃鲍鱼牛肉面 相关的爆料铁文全部删除 令到网民质疑全民的可信性 其实呢 看看你的智力 有些人会觉得 被人兇一兇 说 寄论资讯不排除 会告你的 数诸法律 这样 兇一兇 这个是其中一个可能性 但我更加觉得另一个可能性 就是已经收到一块砖头了 所以 但是呢 他要收尾 另外一天 他就再没有帮上 他只是说 你敢告我 我一定奉陪这样 你当然要做些事情 你突然间潜水什么都不说的话 那别人一定会想到 我比较砖头来的 对吧 他说 令到网民质疑全民的可能性 那这个 因为depends on你的智力 对吧 好像有些人都会分析 啊 不会有这件事的 那不是他 那就depends on你的智力 都说IQ 对吧 这些不是说EQ 这里是说IQ 你的分析能力 加上你的观察能力 observation 对吧 所以呢 为什么你们越来越多人 喜欢看YouTube Smart Travel 因为我自己的分析 当然有我个人之处 对吧 以前每一天上班 我是不单止要见很多人 可能很多人也要见很多人 但是问题是 你有没有用心做那份工作 在这个工作里面 你做得令到人家 信服的 那这个才是个人之处 和你自己的优点 所以为什么 我说娱乐新闻 和一般的其他人 是说不同呢 对吧 好了 他说 至于阿伦 她是未受这个风波影响的 参加她内地的节目 照常播出 又跟一众的好优优 踢球 松一松 松一松是很多种方法的 好了 他日前呢 他就和朋友戴合照 并且穿着球衣的他 状态大勇 发挥强劲的射工 留言 天气非常适合比赛 4比4 我和赵俊成 郭晋一球 最近李克勤生日 他身为良师亦有的阿伦 当然不会忘记生日 在社交网 就晒合照送上去祝福 其中一张照片 他们一起透过这个网上去看 看足球赛事 另外一张就是草地合照 引来网民的谈论 事源平时喜欢穿K字品牌的波鞋 阿伦 他和黑勤合照 他罕有换上这个皮鞋 网民就笑他 可能以后都不会再穿这个品牌的波鞋 以滑清界线 这样 你穿开那个波鞋 如果你是穿 波鞋本身是舒服的 我星期日就去买鞋 其实我昨天也去了铜锣湾买鞋 因为我星期日买了一双鞋 我自己不喜欢刮脚 所以我又去铜锣湾再买 另外 如果你穿开波鞋 你穿皮鞋 其实是没那么舒服的 这是一来 二来 就是我担心他 如果他日后都是穿皮鞋 下去球场 踢球的话 我怕他的脚都瘀了 对不对 虽然男人没有子宫这一回事 但是你的子宫都瘀了 用皮鞋来踢球 对不对 我们都挺想看的 其实 如果是的话 麻烦你下次公开 你用皮鞋来踢球 成为这个娱乐圈的创举 我们就说你聪明了 好了 这个是其中一个习惯 他已经改了 平时喜欢穿球鞋 现在改着这个皮鞋 其中一个习惯改了 那会不会修心养性 不吃粉丝呢 粉丝我的意思是去茶餐厅 或者去餐厅 很多种不同口味的 不吃粉丝 你说会不会不吃呢 我相信 以我自己入茶餐厅的习惯 我自己不多吃粉丝 我多数都是吃沙丁牛的公仔面 丁 你说如果他吃不吃粉丝 我相信他也会继续吃粉丝 我只是说茶餐厅的习惯 我没有说什么 吃粉丝那样东西 但是我就知道 以他一个吃开粉丝的人 只要他还有能力 他射程仍然是有那种冲劲的话 他是不会不吃粉丝的 吃粉丝的要有冲劲 一下你吃吃粉丝 如果吃到人已经老了 很累了 哎呀不行了 我真的不行了 要去厕所 如果他真的没有那方面的能力 吃粉丝的能力 吃吃一下 哎呀哎呀要算背痛 他要去厕所 或者 会停止吃这一样东西 吃这个餐 但是如果他还是有这样的气力的话 我相信他一定继续去 在餐厅 order 这个粉丝这一道菜 但是呢 这样 也都我觉得 应该在餐厅里面 在处理粉丝的过程之中 当然 炮制就是他自己一个人炮制的 但是呢 准备功夫呢 就要叫助手 叫助手些什么呢 跟我带那个 那些叫什么 机场那些金属探测器 跟我在门口那里 如果谁进来的餐厅 骚扰我吃粉丝的话 你跟我带多一样东西 平时可能就这样 联络 那些粉丝而已 但是如果呢 日后呢 吃粉丝要更加小心一点 我怕呢 那些粉丝里面 那些粉丝里面 藏了一些伤心油面 的话 那就不好 日后呢 我想吃粉丝的鱼 又防止 不要突然间 被那些 伤心油面 吞到的 那有什么方法呢 带着这个类似 机场那些 金属探测器 在身 坐手 那谁进来 这一间餐厅的 那你那间餐厅就是 就是了 你是不是看到照片 不是那间餐厅 不是酒店 吃粉丝 要去酒店 是不是先 去餐厅 就行 然后呢 叫那个助手 谁进来这个餐厅 我一定要手伸 用金属探测器 把你手上的手机 任何有镜头的物件 全部给我拿出来 가운데 刀刀刀刀刀 为什么 你的胸在里面 触疯了 requCon 是不是很清楚 我不知道你有金属 你的bra 有金属 鐵線框住你的乳房 金屬探測器可以探測到嘟嘟聲 我現在懷疑你可能放了針營的攝影機在空圍 你在門口脫掉你才可以進來 哈哈哈哈 我可不可以幻想力 哈哈哈哈 正 是不是 所以告訴你下次如果你的粉絲 要送到阿倫伯面前讓他享用的時候 麻煩這些粉絲連鐵線用的空圍都要不要用 否則不准進場 好嗎 OK 這件事 哎呀死了我彈了口水在iPad上 哈哈哈哈 還有 吃粉絲是一件事 吃粉絲你吃東西的時候 久不久有人會搭杯 回答什麼呢 究竟是23年就好 還是18年就好 還是15年就好 我說的是送這個粉絲的威士忌 有講年份的 哈哈哈哈哈哈 威士忌也有講年份 大哥 是不是 哈哈哈哈 對了 喂 那麼 威士忌大家有沒有喝過 23年的 18年的 還有15年的 你猜15年的 他試過沒有 15年呢 不是不好喝的 但可能要冒少風險的 你明白嗎 因為未夠成熟 對吧 有一個風險在這裡 你想你 You love you 哈哈哈 OK 那麼其實呢 女人和烈酒是差不多的 你懂得喝就是享受 不懂得喝 反正喝到你 周身矮 第二招呢 這個Hangover之後呢 你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重要啊 在喝這個 13年 無論是13年 就是這個 Gold Label 或者Diamond Label Blue Label 這些 13年 18年 或者15年 15年 OK 然後呢 還有些人會加冰 你喜歡喝這一招 加冰 加冰是怎樣呢 放在嘴裡 然後呢 在你喝這一杯 23年的威士忌 當你的嘴子 含著冰 放在這個23年的威士忌 他另一個的 啊 為什麼 那個的 威士忌裡面呢 跌了一塊鮑魚 都說是鮑魚粉絲 是不是 吃粉絲不可以加鮑魚 我是喜歡吃蠔的 你吹嗎 那好了 你呢 你呢 一致呢 是吃著呢 鮑魚粉絲的時候 跟著呢 你一路呢 就隔壁有一杯的威士忌 23年的 我要啊 那跟著呢 好了 要放一顆冰下去的 冰的時候呢 就啊 再放在嘴裡 啊 再在鮑魚那個粉絲 在那裡 不停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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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是不是肉鮮肉死 哈哈 大家有沒有說的畫面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不是 一路不停在那裡 吹 吹在那裡 吹在那裡 搞到你冰火五重山 肉鮮肉死 一口冰水 再喝 啊 旁邊 老闆娘麻煩你 給你一杯熱水 啊 又冷又熱又冷又熱 冰火五重山 啊 好了 好了 我已經提供了一個好的菜單 我知道你改不了口 你喜歡吃開粉燒 繼續吃不下吃 小心點 麻煩 好我們下一則新聞 哈哈哈哈 娛樂半世紀 經典又貼地 好了 第三單的娛樂新聞